暗恋了三年的女生 今天突然邀请我去她家 你让我过来咋来 走吧去我家打扫卫生 我跑五六十公里过来 你就是为了让我打扫卫生 那再说了 不是说往我家那边搬了吗 你咋不过去 我家不是被水淹了吗 这大过年的不好租房子呀 你就想着先打扫一下 凑合这住房 那行走吧 对了 你爸妈不是跟你一块住吗 那假如说我要是上去的话 不就跟他们 没有 我爸妈今天出去了 出于有事 就想着让我自己先打扫打扫 怎么你不想去呀 别人想来我还不想要来呢 我去肯定去 走走走 他们不在家就行 我刚好参观参观你的闺房 不是吧 范范 我这刚干完活一口水都没喝 你去给我撵出去 怎么想跟我爸回来聊天啊 那那那倒不敢 看你个怂样 我大晚上才回来呢 不过男孩子不能在女朋友围房里待太久 但是我可是你男朋友啊 但是我可是你男朋友啊 我待一会儿也没事 那是你自封的吧 我还没答应你呢 但是我不管你答应不答应 反正在我心里你就说你 哎呀行了行了 你等我一下 我去拿个东西 啊行我在这儿等你哈 好 怎么让你白干活呢给 这是啥呀 这是我给你买的AJ1 我看这个鞋最近合伙了 就在德物上给你买了 上面潮鞋款式权 价格还很实惠 而且他们最近年底有活动 评论区链接能力有520万进人优惠 这个到手比专柜划算好几百呢 特别划算 啊不是你这给我准备的奖励也太大了吧 再说了我穿多大鞋嘛你哪知道的 你这一眼不都看出来了 哦对我还给你买个杯子 杯子 这应该是情侣杯吧 没有就是长得一样吧 这肯定是 这日期也不对啊 这应该是几个月前的了 不是吧不是 这个时间我们应该还在学校 要是这么说的话 这其实是你几个月前的我准备好的了 没有 哎呀你你花了那么多 你拿着用吧 行 但是 你是不是一直喜欢我呀 没有啊 不然的话几个月前 你就偷偷给我准备礼物了 没有 这让你承认喜欢一个人就这么难吗 跟你做个一分钟令人 选择一分脱纹 一分钟之后 想再多一段拥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